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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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记住啊 这几个音呢 就是荷字常用的音了 不是啊 老师知道读音最多的字呢 应该是啊 那除了我们常见的啊啊啊啊之外呢 它作为助词啊 在句委呢 会受前一个字尾音的影响而产生音变 举个例子啊 如果呢 前名音音母后面呢 就会读呆 哎呀 好大的音哪 如果是后名音音母后面呢 就读呆 咱们班长长得可真漂亮啊 那如果前面一个字的尾音是 阿 窝 阿 伊 余的话呢 就读呆 比如说呢 这个小狗可真可爱呀 那如果前面一个字的尾音是 呜的话呢 就读呆 比如说 你可不要吃醋啊 如果前面呢 是翘舌音 就读呆 比如说 你喜不喜欢吃啊 喜欢 咱们石大侠睡醒了 是不是啊 啥你都喜欢吃 老师讲课你不喜欢听 后面站上去吧 啊 得云 咱们俩 咱们stoppable